大家好 我是翟軒 財經大白話YouTube頻道 你訂閱了嗎 趕快按下右下角的訂閱 並開啟小鈴鐺 跟我一起賺大錢 歡迎回來財經大白話 美中第一階段貿易協議登場了 不過呢 同時 他們也將這個大陸移出 這個貨幣操縱國名單 看起來美中之間的緊張情勢 是有所緩和 川普也十分得意的說 現在是美國經濟是最好的時候 但是他話風一轉又批評民主黨 只想著要彈劾他 眾議院議長裴洛西 最快明天就會把這個彈劾案 送往參議院來審議 支持者簇擁下 川普再度化身超級推銷員 開始老王賣瓜 我們開始了一年 我們的經濟是增加 薪金是增加 財富是增加 財富是增加 美國是全世界的羞恥 他說經濟好得不得了 美國傲視全球 而最近正好能為川普帶來利多的 就是即將簽署的 美中第一階段貿易協議 美國和大陸同意的內容到底是什麼 但據路透社報導 大陸承諾這兩年要對美國增加2000億美元的採購 包括800億的製成品像是汽車 汽車零件 飛機 機械 醫療裝置以及半導體 另外500億的能源產品 320億的農產品以及350億美元的美國服務 而美國現在課徵的關稅不會移除 美國商務部部長穆欽證實 即使兩國簽下第一階段協議 現有的美國對大陸進口商品關稅還是會持續 強調沒有其他秘密協議 那麼看起來川普是這一回合交手的贏家 為了給點回饋 美國也宣布將大陸移出了匯率操縱國名單 現階段和大陸關係緩和讓川普說話更大聲 話風一轉他又開始罵民主黨人 民主黨發動了彈劾案現在是川普的眼中釘 共和黨打算全黨就一人 中院議長裴洛西表示即將把彈劾案送交參議院 川普還嗆放馬過來 說他想要聽聽拜登父子的證詞 但是川普團隊卻又反對前國安顧問波頓來作證 就怕他說出對川普不利的證詞 民主黨拼下架川普共和黨全力防守 兩黨過招恐怕要一路炒到11月大選前 對 寬哥我們剛剛看這個報導 看起來川普真的很得意這樣子說 好像所有的主控權幾乎都握在他的手上 而且現在竟然還說 這個美國對於中國進口品的關稅 要等到選後再來談 這會不會造成這個後續的影響 還有分歧師形容說現在關稅 這個是不是變成了蟑螂屋 這到底是什麼意思 蟑螂屋什麼意思 蟑螂屋就是說它是必要的 但是大家都困在裡面 逃得掉嗎 逃不掉 但是在裡面的過程當中 大家會持續打下去 我們先來看 過去一年多的過程當中 當美國跟中國去打貿易戰 川普所謂的是什麼 川普所謂的並不是說短期 美國的一個短期利益 川普所謂的是他要把時間拉長 也就是說這次貿易戰簽下去之後 各位有沒有發現 就在雙方簽約的同時 他華為重重的一劑就打下去了 下一波會是什麼 下一波會是科技戰 而科技戰的部分的話 會台股的影響 對台灣的影響會更大 影響多大 等一下我們會一個一個的 來跟各位做報告 但是我們先來看 目前美國對中國 因為是貿易戰 所以雙方是對立的 我們來看 在美國的一個部分的話 目前以加徵的一個關稅 包括了2500億的蘇美產品加徵 25%的關稅有沒有退 他沒有退 這當中是包山包海 什麼叫包山包海 從鐵道設備一直到手提包 涵蓋的範圍其實是非常非常廣 但是其實之前 美國曾經出現過一個問題 當美國一開始去防堵 中國產品的過程當中 他發現到他找不到替代的 第二生產廠商 例如說我舉個例子 口罩 毛巾這類很簡單的東西 目前這類東西 幾乎只有中國在生產 其他的國家 因為都生產不贏中國 所以民生必需品這一塊的話 後面美國就發現 其實他們在很多的策略上面的話 他們有沒有辦法做 所以他們現在要把產品 先往上拉 新升級的關稅的一個部分的話 對於還沒有關稅打擊的 3000億的部分的話 加徵10% 各位還記得嗎 那時候他對智慧手錶 藍牙耳機 在做整個徵收關稅的過程當中 台灣包括了人保 包括了鷹葉達 那個股價下跌的一個幅度 修正幅度之大 還好現在慢慢的漲上來了 可是中國有說 你打我 沿路我都在那邊做防守 都不反抗嗎 其實也沒有 中國以加徵的關稅的部分的話 美國去銷衝的一個產品 他們也是加徵5%到25% 其中包括化學品 煤礦 醫療器材 也鎖定黃豆等等的 這個後面要來做敘述 因為這次其實美國的產品當中 中國對美國採收買的新產品當中 特別重要在能源這一塊 能源這一塊的部分的話 各位要去想 當美國買了很多波音的飛機 他就 對不起 當中國去買了美國很多波音的飛機 他就不會去買歐洲空中巴士的飛機 同樣的道理 當中國需要去採買美國很多能源產品的過程當中 台灣的台塑世保 中國當地的那些生產能源 所做出來的塑化產品 會不會產生所謂的排擠效應 這個也要來看 那新升級的關稅內容當中的話 750億的美國商品 加徵5%到10%的一個關稅 然後美國汽車這一塊 會持續的往上做加徵 後續的部分的話 加徵的關稅會從10%上調到15% 但是我認為關稅這一塊 短線先放下來 川普這次做了一個 非常棒的一個布局是 他說我們第二階段的整個關稅論壇 我們會談10個月 這裡面有重點 第一個 現在是1月 10個月後是11月 美國選舉在11月3號 川普已經很聲明的說了 我的整個第二段的所謂的一個關稅談判 我會拉到我連任之後 這個是裡面一個非常暗的一個提示 第二個重點是哪邊 華為這一波往上打的過程當中 會不會往上升級 這個全世界都在看 但短期來觀察的話 簽完約之後 美股突破29000點 非常非常棒 可是背伴居然呈現重挫的一個格局 這裡面有非常多非常多 一連串的一個連結 連結的過程當中 等一下我們會一個一個的 來跟各位做破解 川普的腦筋裡面在想的是什麼 對 現在全世界都很關注 是不是中美貿易戰 已經變成了中美科技戰 是不是下一波就是要打科技戰了 因為現在川普他圍堵華為 動作是一波波 而且又擴大了對於華為的供貨限制 就像這個侍從哥昨天有提到 其實對於華為這個出貨的禁令 零組件的這個門檻 是從25%降到了10% 而且現在又要加大這個華為 提供外國產品的權限 美國真的有這麼大的權力 可以把這個手都伸到國外去 還管別人家跟華為的合作 對 主要是因為美國有龐大的市場 如果你不聽過美國的這個法令 OK 你可以不聽 但是你就不要想要邁到美國來 這就是美國他的 龐大市場的一個壓力 好 我們來講 事實上這一次 第一階段的貿易談判結束之後 緊接下來是第二階段 我們講到川普在昨天講 他要很快的時間 他就會到大陸去 所以第二階段是川普 直接跟習近平面對面的來溝通 因為第二階段 畢竟難度是比較大一點點的 我覺得其實第一個階段 有一個部分非常特別 就是智慧財產權的保障 為什麼這個對美國非常重要 各位要知道說 最近美國有一家叫做 Air Jordan這個商標 他在大陸打輸 這個大陸的廠商 大陸有一個飛人喬登 然後他們是Air Jordan 結果打輸 另外前一陣子大家都知道了 日本的這個無印良品 也打輸給了中國的無印良品 所以其實外國企業都非常重視 智慧財產權的保障這一塊 川普在這個部分 第一個階段他可以說是獲得了勝利 第二階段重點當然是 這個川普要有招 有招的話除了是現有的關稅 可以變成是一個招式之外 第二個就是華為 我只要繼續對華為施壓 我相信中國大陸一定會屈服 所以我跟你講 他們現在有一個最新的公布 事實上這個法案 已經在美國的商務部裡面來說 因為過去曾經有一個法規 就是出口給華為的 美國的技術含量要從25% 但是他現在的新規定 可能從25%要降到10% 這樣子算擴大 阻止華為獲得外國技術的權限 而且他現在這個 因為以前是針對敏感科技 他在這次的法令來說 他把敏感科技也拿掉 所以可能是一般的產品 不管你 反正你賣給華為 不管你是不是敏感 不敏感 你全部都不能賣給華為 所以這個法案來說 其實對華為來說 是相當大的壓力跟這個狀況 你看他在操領一個法規 這個法規就是因為針對 因為華為而針對的這個法規 就是擴大外國直接產品 規範的規則 也就是說規範 對於美國的技術含量來說的話 可以對外國製造商進行監督 所以我就講 美國是用法令 用這個方法來限制華為 當然 這個出來到底 對台灣會有什麼影響 如果大家有留意到的話 這幾天的台股裡面的台積電 是連續的下跌 為什麼台積電會連續的下跌 因為風沙華為 如果真的從25降到10%來說 台積電的業績一定會受到影響 這個至少是幾百億台幣 大概跑不掉 這樣影響的話 衝擊當然會非常大 所以我才說 今天下午的台積電的法說裡面 到底他們有沒有說 要怎麼來因應目前的這個狀況 另外一個最新的消息是 因為美國國防部一直要求 這個台積電到美國去設廠 所以目前來說 台積電目前最新的說法是 各界的預估是 不排除在今年11月 也就是美國總統大選之前 台積電可能就會登到美國去投資 當然會不會這樣發展 我們不知道 但是因為川普這樣施壓 封殺華為來說的話 其實反而對台灣的 部分的零組件 還有部分的廠商來說 其實是遭受到業績 今年的這個壓力 好 同樣問題來問寬哥 這美國真的有這麼大的權限 可以把手都伸到國外 去管到別人家去 他們到底要不要跟華為合作 美國管得著嗎 當然可以 我就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 全世界共同的貨幣是什麼 叫美元 你在美國你只要有戶頭 那戶頭的過程當中 在美國有戶頭 他就可以管制你 各位記得嗎 那時候孟晚舟事件當中 孟晚舟怎麼被抓起來的 他就是偷賣 偷賣通訊產品給伊朗 在哪裡賣的 在香港 香港的過程當中 因為香港是整個美元區的一個部分 所以他管得到 那後面的部分的話 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今天早上 特別在整個華為當中的話 有談論到兩個重點 第一個重點就是剛才 世聰有跟各位報告的 他從25%往下調 調到10% 可是我認為第二個影響 才是真正比較恐怖的 第二個影響有 第一個叫做最低含量原則 第二個叫做直接產品原則 也就是說 如果你今天我的產品 我的最低含量 我今天產品當中 我的一個直接產品 我的技術是不是從美國過來的 這會直接做控管 所以昨天有兩則新聞 對我來說 我看到是稍微比較擔心一點點 昨天有一則新聞 是中國大陸的新聞 他說什麼 他說目前華為已經將14奈米 由台積電轉到中心半導體去了 也就是說華為他知不知道 他是知道的 今天下午台積電的法說會 勢必會非常非常精彩 那麼今天早上 瑞士信貸最新出版 出來的報告 我們跟各位報告一下 瑞士信貸就把台灣當中 相關廠商出貨給華為 比例比較高的 他就把它給列出來 目前出貨給華為 最高的是3081的聯亞 聯亞的部分的話 它的整個相關的部分的話 高達接近兩成 但後面的先跟各位談 通通都是大廠 包括了誰 包括了台積電 包括了穩茂 包括了大力光 包括了利基 台積電穩貌大力光跟利基 他們對於華為的出貨界定 都在10%到15%之間 也就是說當美國把這個圍牆 從過去的整個比較低的位置 慢慢往上拉的過程當中 勢必會去影響到台廠的一個出貨 所以第一個需要去重點的 台積電下午的一個法說 我們明天會在第一個時間 跟各位做報告 但就目前來看的話 科技戰的部分的話 已經慢慢延燒上來 美國他當他把整個保護主義 往上拉的過程當中 因為你用美元 你只要有美元的戶頭 美國是管得到你的 阿格莉怎麼看 剛剛寬哥是講的是從經濟面來講 我們就從政治面來說好了 美國在經濟方面很有影響力 所謂的美金 或是世界科技這樣的一個合作 不過在政治上 其實也是美國能管其他國家的原因 例如說跟美國合作的五眼聯盟 五眼聯盟就是指澳洲 加拿大 紐西蘭 英國等等的國家 其實相關的國家都被美國要求說 你們要禁用華為的一個產品 那是為什麼 因為美國覺得說 華為對美國的利益有衝突 在這樣的情況下 以英國來說好了 英國到現在還沒有表態 就是因為英國怕 如果不配合美國的話 會被美國用反情報供應 這樣子的政治來影響 但是英國現在又擔心脫歐 經濟上會不會有衝擊 所以他不敢直接抵制華為 畢竟華為的零件比較便宜 不過美國就用 你如果不抵制華為 我就不提供給你情報 這樣來做一個威脅 所以我覺得美國為什麼那麼強 除了在經濟上的牽制以外 在政治上的牽制 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對 阿格力剛剛有講到五眼聯盟 是不是就是因為五眼聯盟 導致川普要用盡全力來打擊華為 先跟各位報告五眼聯盟 五眼聯盟其實結構很簡單 就是五個說英文的國家 哪五個 美國 加拿大 英國 澳洲跟紐西蘭 其中其實有四個國家 是大概都在一起的 因為四個國家通通叫大英國協 包括了加拿大 英國跟澳洲跟紐西蘭 過去他們的情報共同流通的過程當中就是 其實各位可以仔細去看 這裡面其實包括了所謂的第二島鏈 跟北約當中最重要的一個成分 這是美國再次的一個施壓 五眼聯盟去禁用華為的過程當中 其實後面有很多國家 他壓力會非常非常重 為什麼 因為華為有一個不可取代的一個地方 就是電信產品當中的話 他們有一代跟一代過程當中的一個傳承 也就是說如果你的3G跟4G 是使用華為的 你5G使用華為會比較便宜 那目前華為的一個部分的話 他們在全世界所開出來的5G標案 它的價格也比一般標準的 包括了Alison跟Nokia的部分的話 便宜三成到四成 所以它是有價格上的一個優勢的 但是目前來觀察的話 我們可以發現五眼聯盟 他們是情報在做共同 所以如果說五眼聯盟 將注意力轉向反恐的過程當中 他把目標轉向中國 這個地方 其他的國家壓力就很大 為什麼 我們來看オブライノ 美國國安部位オブライノ就說了 如果你不封殺華為 英國的情報系統會曝落在整個風險中 為什麼 目前美國他的說法就是 華為系統他會開後門 什麼叫開後門 當你的訊息經過華為系統 在轉接出去的過程當中 他會把很多的訊息 傳回到華為在中國的總部 所以你所有國家不管是國防經濟 整個未來方向 所有的資料都會被整個滲透到 但是現在比較有趣的是 目前英國首相 Boris Johnson 後面要怎麼看 因為英國首相 Boris Johnson 他有說 英國民眾有權使用最先進的科技 如果有人抵制某個品牌 那麼他們就要說出有什麼替代方案 他已經講得很清楚了 華為我用不用 我還在觀察 那以 Boris Johnson來說的話 先跟各位談 Boris Johnson我們台灣比較少去研究他 我很喜歡看他 為什麼 Boris Johnson是一個非常天馬行空的人 什麼叫天馬行空 最近英國要脫歐對不對 然後各位都曉得 在整個愛爾蘭跟北愛爾蘭 其實北愛爾蘭跟愛爾蘭 是沒有國界的 那目前要脫歐 未來產品怎麼做 Boris Johnson多天才你知道嗎 我們何必用路上的國界 我們可以用海上的國界 他就在海上劃出一條線來 就說以後脫歐 產品就在這裡面做流動 真的是一個非常天馬行空的人 那目前來看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澳洲 澳洲目前已經打了包票了 所以他目前是以國家理由為安全 請各位注意他禁止華為 禁止華為提供5G的網路技術 那也就是說目前澳洲已經說了 整個五眼聯盟當中 我要Follow整個美國的一個態度 所以華為我這個地方我是不用的 紐西蘭那個部分的話 其實也說禁止無線網路的整個營運 在整個當中使用華為系統 但是目前紐西蘭的安全部長特爾 他說說我們目前這個態度的話 我們拒絕華為跟美國無關 這句話就此地無銀三百兩了 這句話就完全就此地無銀三百兩了 我拒絕華為是跟美國沒有關係的 其實先跟各位談澳洲系統跟紐西蘭系統 4G誰做的華為做的 那目前來看的話 英國加拿大目前沒有表態 但目前來看的話 全世界積極在抵抗整個華為的過程當中 當美國把Label往上拉 很簡單 我讓你華為出不了貨 其他人還有辦法買嗎 所以美國這一招非常非常的厲害 就像寬哥剛剛說的 英國首相是表示說 如果你不讓我用 你就提出替代方案 這一場圍堵華為的5G科技戰 是不是其實背後還有一些沒有搬上 檯面的政治利益糾梗 可能請教阿格莉 對 我們剛剛講到說 英國其實是五眼聯盟裡面 現在還沒有表態 他到底要不要抵制華為 那我們就來看這個原因是 首先可以看到華為 我們先來看華為在5G市場 影響力多大 大家印象中對他的形象是說 他好像是賣手機的 但是其實華為賺最多錢的 反而是他的5G的技術 因為我們看到他的營收的部分 手機在2017年的營收 大概273億英鎊 不過在5G的部分有343億 你看這個差距就知道差很多了 英國跟華為的關係怎麼樣 其實大家也很想知道 為什麼他還沒有表態 我們來看一下華為跟英國的關係 其實算是滿好的 例如說在2018年2月的時候 英國首相當時候到中國 華為就承諾說 我要提供你數十億美元 數十億美元這樣子的龐大的資金 來協助英國走在數位時代的最前端 因為大家知道嗎 其實華為的5G的專利 其實是非常的多 世界第一大5G專利的國家 叫中國 佔了34% 這個數字是美國的兩倍 那其中華為佔全球的15% 所以就是可以知道說 華為為什麼 在5G市場這麼有影響力 但是現在傳出 到底英國要不要封鎖華為 關鍵就在於說 為什麼還不封鎖 因為歐洲有三分之一 這麼多系統都是華為的 剛剛寬哥有講到 其實5G最重要一個關鍵就是 你跟你的4G系統的相容性 是怎麼樣 所以如果你封鎖華為的話 你就必須用Nokia或Arizin 這些歐洲設備廠的 可是他們的4G跟5G的相容性 現在還是要打一個問號 所以你如果封鎖華為的話 等於你在5G的發展上 會落後全世界一年 所以這是為什麼 英國還不敢封鎖華為的 一個很大的原因 那我們看到美國 為什麼那麼積極想要 它在英國被封鎖 因為你可以看到在美洲 整個市場華為的營收 是45億英鎊 不過全世界它最大的市場 就是在歐洲 英國是歐洲指標性的國家 所以英國如果抵制華為 就有一個帶頭的一個效果 你看美國其實只有5家電信業者 顧客只有將近4億人 不過歐洲26家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 要封鎖華為這麼大的原因 你要美國控制你這5家 相對簡單 可是你要控制歐洲26家 現在有三分之一的電信系統 能夠掌握在華為手上的時候 我覺得這是一件非常難的事情 好 所以下一段 我們就接著來看 因為馬上就要年前封關了 現在距離年前封關 只剩兩個交易日 到底哪些股 我們可以抱著過年 替自己加一些新年的紅包錢 馬上回來採經大白話